好 来看到这个国家级赖家 你能够接受吗 总统府在上周公布了 新聘的资政跟国策顾问 风波不断 当中好几位的人士都被点名 有一些的疑问 那么来看到 新聘的两位国策顾问 现在黑历史被挖了出来 首先看到这位是民党前立委 陈长龙他会选判刑入狱 还有民党前立委庄和子 曾经放弃了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这两位呢 现在都被聘为国策顾问 那么面对这个记者的查证 总统府就重申资政跟国策顾问 名单是广纳的百公百业 从国内的县市到海外意见领袖 都有入列 只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名单出来 大家就质疑了再这么多 包含了这两位 还有谁呢 时事评论员黄铭 杨明哥就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内举不必轻 包含了资政国旧统友 还有MeToo可容忍 严致发回任资政 以及呢 这个恩师众吾山资政 韩良辰 他是过去赖清德的恩师 还有Majimae假药 这个是地下电视台的 电台的主持人 康迎寿 曾经因为夸大食品啦 这个食品的疗效 获得了还起诉 但是现在被聘为国策顾问 还有就是刚刚看到 前立委陈少龙 以及前立委庄和子 现在呢 都被这个列入 那么 黄明言门哥就说了 林昂佩多金是国家喜事 但是不代表说 你总统府就能够回避 这些真意人选的质疑声望 上任两个多月 你就可以看到 权力傲慢已经展露无疑 真的让人家很失望 那么同时呢 栗政杰将军就说了 赖清德就是一手棒子 一手萝卜 只要跟他靠边站的人 不管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照样 你都有位置 能够声光进绝 但是只要反对他 你可以看到谁 前唐学长郑文燦 就是个例子 就是让大家来看一看 那么在国民党当中 主持人就说了 很多人说 民党当政国家变赖家 真正事关国民最重要的 像是NCC委员啦 大法官等等职位 如果用我家的这个观念 用赖家的观念 那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 这个联合新闻网就来报道 人民想问的是赖清德 到底想跟这些国策顾问资政 要来问问 要来咨询什么 当社会提出的质疑批判 总统府不当一回事 敷衍的回应 那岂不是坐实了 无视社会观感吗 而这一次呢 获聘资政的 钱格魁苏文昌 谢长廷 支持赖清德这样的一个灵拼骂 会向总统发出真言吗 我们可以看到 争议不断的名单 总统府说 这是广纳百公百业 那么对此 赖世保委员就说了 整个名单他认为 真的是惨不忍睹 过去有人拿着 国策顾问的招牌 去瞧事情 把政府的官员找来 立委找来 然后就开始 做一些行民服务 因为有这个头衔 因为有头衔 他是国策顾问 我再强调一遍 国策顾问等于部长级的 资政等于院长级的 不能这样不大 一天这样讲 他小看这个位置了 这个名单其实是惨不忍睹了 那么资政跟国策顾问 虽然是五级职 可是他是国家的名气 国家的名气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过去资政大概就是 院长级退下来的 国策顾问都是部长级退下来的 所以等于说你有这个位置 你拿到一个国策顾问的 那个帽子的话 那你拿到对你的尊敬就是说 等同你是当过部长 你当了资政 那等同你当过院长 或者0.8个0.9个院长 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怎么会给一个信哨 没有处理好的 有会选的 有放弃国籍的 那不是很强调 赖金德强调爱台湾吗 爱国家吗 爱中华民国吗 怎么会连国籍都放弃的 你都可以把它拿进来 我觉得这次凸显一点 就是赖金德大权在握 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五院 等于他在手上有四个半院 立法院一半没有在手上 其他通常在手上 行政院 监察院 考试院 司法院 通常在他的手上 那所以就是很不堪 那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权力的傲慢 从府在上周四呢 公布了芯片资政 国策顾问那么风波不断 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六平就说 这是史上最烂的名单 没有吃衣 用了争议的人物 钱克范赖金德开这个先例 真的糟糕透了 他认为赖金德根本不在乎舆论 只在乎民党的死忠 但是盲目的支持者 赖金德的这个资政 跟国策顾问的名单呢 是有史以来 最烂名单 没有之一 有史以来最烂名单 他的诉求 他只在乎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 而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 是盲目的支持民进党的一群人 他们不看面子的 不谈是非的 不觉得说 你这个名单觉得好争议 好可笑 好丢我们脸 这些人没脸没皮 也在这社会混很久了 所以你说他对这个赖金德会不会有伤害 只要他的民进党铁板一块的那个40%的支持者 没有抛弃赖金德 没有觉得你丢人现眼 赖金德怎么会让步 对不对 民进党怎么会出来 连吴思瑶这种需要靠选举的立法委员 都会不顾形象的出来帮他遮掩 然后尊重总统府的判断 那总统府的判断是什么 民进党开这个立 赖金德开这个立 真的是糟糕透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